在日克泽住了一夜 我们现在要开在三南去 在三南地区是西藏文化的发源地 当初藏王最早的一个宫殿就在这儿建了 因为没有经过城市 所以路边找了一个小饭馆 我去厨房检查他们的卫生 一路上沿着雅鲁藏布江 这里为了水土保持 人造林也显得山水更加漂亮 一路上沿着雅鲁藏布江 一路上沿着雅鲁藏布江 我们现在到了三南的雅布拉康宫 它是西藏的第一座宫殿 它建在山顶上非常的奇特 像个碉堡一样 这里相传是当年文成公主家的松赞干部 死了以后 文成公主就退休退营到这里来住 爬到山后 往前面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大概是小和尚和她的妹妹来玩 这牛也给他们打扮了花枝招展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拉萨北边的纳木错湖 也是一个海拔很高的圣湖 这正好是秋收的时候 这个牧羊人的帐篷用的也是太阳能发电 这个是移动帐篷吗 的确是的 后来发现他们不但一旦帐篷 而且就地就可以烧饭吃饭 原来这个是专门补给这个磕长头的 磕长头的人他们从很远的地方 两步磕个头两步磕个头 要长途跋涉这样子一直磕到拉萨 我们这次看到了许多的在公路上面 沿路一路磕过来的磕头的人 这个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有些人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到磕头 到拉萨去一趟 大部分磕长头是男的 可是也有女的 有时候是一家人 你看他手上的板都磨平了 你看他们磕的额头上都有个印子了 这种磕长头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 有些人就不幸死在路上 这些藏民的歧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看来西藏的落后是要靠教育来改善的 据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有大量的投资 我看他们的学校都见得很漂亮 而且听说各省都有规定要想西藏的系列 他们的校园比我们在青海造的棒多了 我们看到下课后的小学生 都很健康活泼 希望他们这一代不会再有磕长头的了